大家好,我是小新先生 今次跟大家開箱的以Bandai的食玩 寫著這個掌動的Super究竟是什麼水什麼家伙 我們先開來看看 今次也是一個雲限的形式發售 說得雲限大家都猜到 又是比較小貨,又是比較難買 今次也是一樣,今次我真的沒有訂 完全忘記了訂 幸好撲到現貨回來 其實原來是一個五星戰隊的光馬族戰鬥員 應該是首次出戰隊的敵人 第一次應該是戰鬥員 比較期待,竟然會出 另外反轉角先看看盒子的側面 其實今次的配件都比較有趣 有三架單車,有些武器和替換的手型 另外說明書其實沒有,印在後面 就告訴大家用什麼手,去駕駛什麼武器 另外有什麼手型呢?就是用來有什麼用途呢? 用來拿著那個盤,以及一條餐巾 另外就是單車,就是怎樣去組立 很簡單,只有幾個步驟 還有可以用專用的小型眼 可以幫你拿著一輛小小的單車 現在事不宜遲,立刻開出來和大家玩一下 鏡頭一轉開箱了 看到今次第一次出的食玩 掌動Super的戰隊中的戰鬥員 今次就是五星戰隊的光馬族 價錢上其實比我想像中便宜 因為沒有訂的關係 到280元左右 價錢現貨買,我覺得還是可以接受 比想像中便宜 廢話少說了 開箱後看到其實配件都比較多 那些手型其實就是每樣都是各有三份 我因為免得都放出來放 所以暫時看到就是放一份 其他全部都有,一式一樣 首先我們看看第一個戰鬥員 首先因為他們本身先天設計的關係 其實每一個戰隊中的戰鬥員 因為他們要量產的關係 那些皮套 所以其實不會太精美 所以比較簡單 今次也是一樣 我穿著一套黑色的禮服 叫做燕尾服 胸口上面有兩張筋的狀態 穿了一個襯衫 西裝外套 另外就是一個頭盔 頭盔面上其實就是用了一個紅色的唇膏 下半部分就有一些白色的化妝 其實就是一個白色的啞色 那面上就是一個亮身 這個頭盔看起來其實也挺好看 好,另外呢 腳下面那方面也是沿用類似平常戰隊的那些 穿著長筆 就是一套西褲的狀態 好像有個腰帶 基本上可動都不需要特別多研究它 基本上玩開戰隊 尤其是戰隊Super的那些 其實大致上的那些可動 應該都可以接受到 難受不了 基本上要做的動作都可以做得齊 另外反轉後面也一樣 有個洞 洞給你可以插回Bandai 自己自家的支架 那些stand的洞洞可以刺下去 就可以做一些跳躍 飛起 被人打到瘋了 這樣的東西都可以 好,就是一個它的本體 另外配件方面 其實這次的配件都算是挺吸引的 首先你看到三架不同顏色 分別是一個紅、黃、藍、藍、小小的單車仔 我們拿一架搶眼的黃色來看看 為什麼呢? 這次看上去好像送單車這麼便宜 或者成本的開發都很高 但是一拿上手的時候就發現 雖然這次的組件是要剪刀 事先關係都已經完成了 所以就剪刀了那個部分 原來單車是不能動的 純粹是一個擺件 輪子是整個成型的前輪 後輪的車架也是一樣 要組裝的地方就是把單車掌、手掌、前輪的直插上去 以及支架也是插上去 如果你不用支架 你可以用剛才說的 Bandai自家的支架 都可以動得起單車 基本上整個車沒有東西動的 連腳踏也不能動的 所以就是不怪之得 賣大包 這樣的價錢 還給你三輛單車 但是完全是不能動的 純粹可以擺件 放回它 劇中的那一幕 拿著單車仔去追逐大家的模樣 雖然它不能動的 但是有幾輛在這裡 其實看上去有多好看的 一定要 至少幾個才為止 看上去是中數 另外就是講一下它有什麼東西跟給我們 每一個都跟一條 一支 一支那麼長的 是否以屎棍 當然就不是給你尿耳仔用 就是一條 一條 一條都是它們的棒 這支棍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堂 就是它們有的這個工具 其中一支就是一支長棍 用來和五星戰隊 用來打鬥的時候用 另外就是一把劍 一把 一把黑色 其實這次是沒有貼紙給我們 武器裝備全部都是黑色 一把心形的長劍 就像一個紳士用的劍 另外就是 因為它們穿得這麼漂亮的禮服 好像高級的部長 所以它們有隻碟 有隻碟 其實就是可能給你擺一下 你喜歡有什麼擺水 現在都沒有東西可以擺 有沒有酒杯 有沒有飲品 有沒有送餐的服務 這支碟下面就有個洞 原來就是給它們其中一對的手型 待會我都會看一看 其中一對的手型就是 有個洞在這裡 就給你拿著它們的盤 就可以扮成一個送餐的狀態 是否非常之貼心呢 既然說得這個盤 有一個送餐 當然好看一點 有條筋給你 那條筋就可以這樣 拿起手臂 就可以整個送餐的部長來了 立刻 麻煩你給我一杯橙汁 頸殼 說了這麼多 每個人都有筋 有這支碟給我們 好 讓它站得這麼漂亮 不如站在這裡 另外 我們繼續說 剩下的只剩下手型 手型 剛剛也說過 分別是左右手 就是一個送餐 剛才送盤那支碟的時候的手型 手型 手型就有個柱 在這裡 放進去剛才那支盤那裡 好 另外一對 就是一對 好像出掌風的左右手型 讓你用來出掌 可能推一下人 或者推一下人 的時候用來使用 另外 就是一對 而一對 就是用來持襪的手型 就是用來駕駛武器 另外就是一對 一對的出掌 除了剛才一個推手的狀態 一對出掌 另外一個是駕武器 應該駕駛武器的手型 其實手型大部分都好像熟口熟眠 當然 用回正規的戰隊裏面的手型 其實應該跟五星戰隊一樣 另外最後就是一對放鬆的手型 再加上拳頭 而上就是五星戰隊 這個光馬族的戰鬥員 就是這個掌動Super 現在看到五星戰隊 和光馬族的戰鬥員 已經在苦苦的戰鬥 這次真的很驚喜 Bandai除了正規的戰隊隊員之外 亦都推出了戰鬥員 即是敵隊的組織 這件事非常估計不到 究竟還有沒有機會 即是出了一些鋼部 大粒E 又或者其他怪獸 這件事真的很期待 因為本身 每一套的特殊片 除了正規的 無論是超人 拉打 又或者是戰隊也好 但敵隊的怪獸、怪人 那些組織 其實那些設計 都不簡單 都很有心思 尤其是九十年代 那期那些 其實很多都很帥 其實很多都可以有機會 希望可以再有機會 讓你再出些figure 又或者現在掌動Super 都好 另外就是在說五星戰隊 今年適逢三十周年 其實幾多玩具都出了 包括之前的SMP系列的大連王 另外同時間也公佈了這個 王大牙 即是白虎 比較期待他之後 亦都說會出大無限的龜龜 叫做機械人 可不可以叫他機械人 都可以是 其他基本上 掌動Super 還有沒有機會 即是像我所說 希望他再出其他幹部 怪獸 如果有的話真的完美 好,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你都喜歡五星戰隊 一個掌動Super 一個光馬族戰鬥員 我們下集再見 就這樣吧,拜拜 ^^ 都不喜歡 你們 一會兒 還有一會兒 我們下集再見 TheCente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